帮我去行销部 我真的要去总务部 这是命令 什么客气 跟大哥说的都不一样 我对林婷的认识 都是从以倩那儿停来的 以倩说她刚进学校认识 念高三的林婷 因为彼此欣赏交好 她说林婷做事有计划有条理 经常拜托她帮自己出主意 给人感觉理智到 可以说是冷淡 不太好亲近 但那都只是表面 以倩说 真正的林婷念冷心善 懂得察言观色 体贴入围 而且人脉很广 我们H饭店是童子军俱乐部 要不要来一个大地游戏 面冷心善的人讲话这么多 我再给你们一个礼拜 想出最好的亲子活动方案 还有餐饮部的宣传企划 一个礼拜太赶了 三天 一个礼拜 下午三点的事 关你什么事啊 现在是上班时间 你要是像刚刚开会一样 心不在焉 你就回去去遇到你的小朋友 哪里察言观色体贴入围啊 你去确认餐饮部送餐车的整修进度 顺便提醒他们请款 记得要开发票 免得会计部要来啰嗦 你进来做什么 已经快到约定好给钱的时间了 你不打算去吗 你做好你的工作就好了 其他的事情不用你担心 尤其是我的私事 林轩是你的妹妹耶 这女人哪里是冷但不好亲近的 这根本就是冷血 大家好我是魏曼 订阅东森创作YouTube 和我一起支持美魏满格喔